10 9 他會出來的 9 8 然後靠我們牙齒飛成這樣 看他慢動作牙齒這樣 因為我大姐後面這樣 意思是他們不在的時候 你敢講 唉唷 處理 反正把媽媽不在家 大姐基本上她是自幼生 大我六歲 小時候就我跟我二姐 在家裡 靠我們兩個就是 被弄到一個飛行 怎麼啦 家裡什麼 我大姐也可以玩 小時候不是有那個任天堂嗎 就那種紅 紅白雞 紅白雞 她還說 宇洋全過來 我就過來 她把我 她說你頭來這裡 頭來這裡 我就這樣靠在這樣子 她腳就這樣跨著 跨著 然後這樣打 她說這樣不舒服 冤晴過來過來 來來來 她就另外一隻腳 她還跨著左右客人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 我們兩個就這樣 但是這樣真的舒服嗎 我覺得她覺得很舒服啊 那時候小時候 爸爸媽媽都會請雍人 家裡都有雍人 可是她不會叫雍人做事情 她叫我們做事情 她叫我們去倒水 比如說她叫我們去倒水 她會用喊的 雍全 倒水 而且還要數喔 10 9 她會一出來一點 9 8 10 然後這樣 好的 倒冰菜 倒水 真的啊 小時候我記得我一年級 她六年級 她在糾察隊 她過去經過 她就看到我 她說 雍全 站住 不要動 我說 幹嘛 她說 她說 你就站著 站好 她很兇那種命令 我說 我站著 站在那邊 我們三點下課 我站到6點 然後爸爸媽媽說 她去想學怎麼還沒回家 然後我還在學校站著 真的假的 因為我怕 我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我真的 是不是爸爸媽媽比較疼你 不是 而且我跟我二姐的討論 我們就討論 我們說 我們不是要反抗 並不是要反抗 我們只是要生存 什麼 我們在家裡要生存 這麼嚴重 我們說 我就跟二姐講說 我們兩個這樣可能會被打死 要不要吃胖一點 為了反抗 自己吃胖 不是為了反抗 為了生存 為了不要被打死 人生存 人死留民 虎死留皮 萬一被打死至少是個死胖子 對不對 不是 他留這個瓶要幹嘛 不要妖怪 誰要不要頭寫的 你死我怕死 人家說對 天真有那麼可怕 真的這麼可怕 小時候不懂事 你不能反抗一下嗎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反抗 在香港 那時候已經長大了 你還記得第一次反抗在香港 我跟著爸媽一起在逛街 我看到漫畫書對不對 那小時候就很喜歡 蠟筆小新 那個蠟筆小新有沒有 很喜歡 大姐在釋高跟鞋 我記得很清楚 他在釋高跟鞋 是 媽 我要買那個蠟筆小新 蠟筆小新在後面 在後面 大家瞪我一下 看我一眼瞪我一下 一巴掌 而且是在大 很多人 想想很多人 他講 一巴掌 我那時候 動不回 我那時候動不回頭 我受不了 我抓了他的頭髮 然後弄了他的頭 在我的腳上這樣子 再弄了一下 可是爸爸一走過來 他不問什麼事 他直接從後面抓我的臉 他看到你 把我丟到後面 我大姐 不是開玩笑 雖然我反抗 肉被抓掉一塊 我肉整個掉了一塊 太硬了 你們是真的在打架 真的在打架 抓著不放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反抗王 他六年沒有跟我講話 六年 六年 一句話都沒有 我們在加拿大 我爸媽打電話來 打電話到加拿大 唐竹電話很貴 那時候很貴的 比如說我大姐先接到 她說 叫你那個弟弟聽一下 他把電話放著 就這樣放著 沒有掛 他放著 放著 他不叫我 他不鳥我 然後我爸媽在那邊 我爸媽在那邊趕等 等了可能半個小時 他就把他掛掉 他個性很硬 他是硬 他什麼清楚 這太硬了吧 他是 不可能不知道姐姐 如果你不知道 他看到播出 他會不會又開始 又一把 不要注意 最近應該還好 難怪你被打 要特別小心 我是姐姐我都生氣了 爸媽回家來以後對不對 我記得大姐很清楚 印象很深刻 她是在吃冰棒 吃冰棒 我注意啊 她吃吃第一支 吃到第二支吃一半 她吃不下 丟給我說你吃 她叫我吃 我說我注意啊 我不能吃 吃 我吃掉 爸爸媽媽那時候回來了 這什麼 我說欸 林象全 在吃冰棒啊 然後我就這樣 那個很痛 你知道嗎 我在抽搐 因為我大姐到後面這樣 意思是 他們不在的時候 你敢講 唉唷 小時候看我爸 我學我爸 喝那個水 家裡整桶的那個水就對了 對不對 放在冰箱 然後我學我爸這樣喝 我大姐過來就 尻下去 然後尻牙齒飛 真的 他看他慢動作 鴨齒這樣 他學到 不不不不 他爸媽也不管啊 你幹嘛這樣 他們早就想打你了 你幹嘛這樣對 弟弟 這樣喝很渣嗎 我爸媽 你這樣喝啊